我要跟你讲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遇到很多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死亡 死亡不一定是真的躺在床上 或者躺在棺材里面 你的死亡你的死穴在哪里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必须要感染的来向耶稣求救 不要再祷告了 祷告多 祷告会产生很多的产生 有时候行动会好一点 我们常有句话 计划不如变划 变划不如一句话 有时候一句话会好多 你怎样去计划 还是怎么样 好好去喊不喊耶稣的名字 向着你的环境喊耶稣的名字 向着你的问题奉耶稣的名 向着你的病喊耶稣的名 把它完全的解决掉 我再讲一次 再丁人见证 我就要结束我的讲办 我从港澳认识我一个公司 我今天还是很尊敬这个公司 因为我跟着他13年 我从他身上学了很多的功课 我也看到他怎么样去做很多的神迹技师 我记得很清楚的 那时候我才十六岁吧 十五六岁 那时候才十五六岁 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一个家庭 去到一个印度的家 印度人的家庭 一个那个妇女大概是八十岁 已经躺在床上 那印度人呢 没有新年初他们死的时候 一定要放四天的 然后放在那个家里四天 然后呢 我们去的时候 他那个妇女已经死了 第四天 然后我牧师就叫他的家人一起来 然后我也站在旁边 然后牧师就跟那个家人说 如果你们整家人信得住 上帝一定会是庭界 你的太太一定会是我 然后他们几个印度人的家人一起 家人一起去开家庭 很容易讲讲讲讲讲 然后他们也意思是 他们谈的内容说 我们假假是耶稣 如果能够好的 我们就OK啦 如果不好的话也无妨嘛 但是我们也不傻嘛 我们也带一个印度的病虫过去 知道他们讲 不能要信就真真的信 不能假假的信 暂时信的 一定要真的相信 好了 我们去看第二次的会议 这样一位 好 如果耶稣能够抑制我 能够叫我的那个太太活过来 我就增加了信的主 我看着我牧师 把那个病床的女人 然后把她做出来 靠着墙壁 创墙壁 封耶稣的名 这是圣灵感动啊 不要写啊 那些人在创的时候 你就被人警察出 封耶稣灵 把那个死人一定死了 不是很大力的 就创 抓住她 因为她 她还是扯脱了 她很想自己 你收到很不行 封耶稣灵 第二次 第三封耶稣灵 他的摸 跌下来看 就是下班都被看见 啊 那要包起来 然后就 就让她说出来 这个人 尽量 能够坐 能够 能够起来 其他 这个甘工 那个 他的家是在 荷州 那荷州 没有很多印度人 整个甘工的人 都来看 没关 看上帝在做什么 这个太太 八十岁 十四天 活过来 然后 我们是说 他十天没有睡 没有 可能睡觉 十天没有吃东西了 你赶快给他吃东西 要不然他也没有 就算死 活了 他也有力气走路 那么他就泡 麦克尔给他喝 喝 两口三口 然后就带着他 走来走去 争议是 给大家看 这个荷州 耶稣的名 是超乱引证 那你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 没有叫自己来拍啊 没有叫 没有叫 没有政治啊 我原本也没有想到 我们太太 才跟那个 那个 见证 就忘记了那个东西 忘记了那个东西 然后 然后 这个 父女 也来了两三天 两三 两三 两三个礼拜的聚会 第四个礼拜 他就没有过来了 奇怪 他不来 我们聚会过 打电话给他 为什么你的 为什么你们整家的 没有来啊 没有来参加聚会 印度聚会 那我们决定 我们被整个 高峰 整个家族的人 受压力 说不可以信耶稣 我们一定要回去 拜拜 好了 我们也不勉强 把地方关掉 下午吃点多 这个女人 死了 上帝吃他生命 他领受的生命 他拒绝上帝的意思 拒绝上帝的意思 拒绝上帝的意思 如果我们早知道 我们把它拍起来 报告起来 我们没有想到 会伤得这么快 他 那个人不信 那个人也 那我 我也是看过 你的报告死人父王 死人父王 不代表说 所以我常常 我很强调 说 神迹其实是 上帝用的工具而已 我们不要强调工具 我们不要强调工具 最主要是 让人信耶稣 到最后 就算是死人父王 人不信耶稣 这个神迹对我讲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好可说的 但是我要跟你讲 这两个故事 这两个见证 耶稣的秘密 能够发生如此